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近日接受彭博社采访谈到日韩未安抚争议 文喜相主张只要日本天皇直接向二战时受害的未安抚道歉 就可以解决韩国与日本之间长期的历史仇恨 不止如此文喜相还称呼日本天皇为战争犯罪主嫌犯的儿子 让日本相当不满 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1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政府已经连续两天向韩国提出抗议 日本外务大臣也炮轰文喜相的发言相当无理要他注意发言 未安抚问题就像日韩久久无法愈合的伤口不能随便提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护航文喜相表示有关言论是站在受害者立场 呼吁日本拿出诚意共同解决历史问题 两国就恨迟迟难解 不过日本对文喜相言论反应如此激烈 除了因为历史问题没有共识之外 或许也是因为文喜相这番话是冲着日本即将退位的名人天皇而来 高龄85岁的名人天皇即将在今年4月30号退位 也象征着日本的平成时代即将结束 平成两个字在日本通常会被人们再加上两个日文汉字不矿 意思就是萧条 日本在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过经济萧条 天灾不断等等 名人天皇的满意度却逐渐上升 甚至达到至今的崇高地位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访问府人大学日文系教授何思胜 就指出名人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不去挑战美国制定的和平宪法 还透过他跟日本的传统成功衔接 让日本人相信和平宪法本来就是跟日本信仰结合在一起 乃至于现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推动修宪 名人天皇也出面说服民众 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 并不代表日本要跟和平主义一刀切 政府推动政策也要天皇出来喊话 虽然日本天皇没有政治实权 但是在日本政治世界里 天皇让日本社会拥有安定感 也让名人天皇的支持度不断上升 其实日本在近年就相当不好过 不只在去年天灾频传 311东日本大地震更是灾情惨重 名人天皇在探视灾情时 因为与民众平等的肢体语言 也让他获得民众好感 2016年名人天皇发表全国电视演说 正式向日本国民宣布生前退位的意愿 如今藉由修改皇室典范 名人天皇即将在今年退位 也替未来的天皇创下了 生前退位的闲礼 不过就在天皇即将退位之前 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 又因为韩日旧恨 抛出要天皇道歉的想法 再次引发韩日摩擦 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员也表示 文喜相的发言 很可能加速两国关系恶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